今年的雙11優惠又更殺了 有電商平台甚至把汽車都搬出來了 除了像是淘寶台灣狂灑上億元的補貼 蝦皮、雅虎跟樂天的優惠策略也很狂 甚至iPhone 11最低只要一塊錢 我們除了幫你統整優惠之外 還找了專家告訴你 這個時候該買什麼 雙11大戰開大 看到電商的架式是把200萬的賓士名車 搬出來要讓民眾1111元開始競標 真的殺紅了眼 雅虎狂灑上億元補貼 從iPhone 11到家電最低只要一元 刷卡還想18%回饋 另外一家業者打出的是聯盟站 看到這個米其地店 還有我手上的抹茶蛋糕 是獨賣而且滿意送贏 從蓬鬆的布丁蛋糕到起司肉乾 下殺1.1折起再回饋11% 都要讓吃貨掏出錢來 3C之外其實我也蠻喜歡買一些零食 可能會上5000塊左右 雙11的時候花大概3萬塊以內 我這次最想要買iPhone Pro 各家優惠大統整 樂天強打美食跟家電商品獨賣 蝦皮能抽全年免運券 還有淘寶也砸上億元 推千萬種商品免運費 至於雅虎要靠AI殺出血路 它可以每兩秒自動生成一個廣告 可以讓顧客在11的這個產品上面 看到他更喜歡會更有需求的商品 不過各家商品白白款 怎麼買才最殺專家有建議 雙11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去購買所謂的高價的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最新的手機 然後原價3萬5千多塊 那這次透過戰爭活動買 以及透過優惠券 已經聯名信用卡的優惠 我大概也省下1萬7到1萬8左右的金額 全民瘋搶雙11 再次見證庶民經濟強大威力 東森財經新聞 679自騰台北採訪報導 東森財經報 香港政府ifor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